大家好,欢迎来到苹果熊的厨房,我是贝尔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手撕包菜的做法 首先准备200克包菜,将叶子撕成片 中间较硬的杆扔掉,不然影响口感 下面来切配料 姜葱切成葱段 姜切成姜片 干辣椒切成段 锅中加入一勺植物油 油热后加入葱姜 干辣椒 炒香以后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倒入撕好的包菜,快速翻炒 全程开大火翻炒 加入一勺水 继续翻炒 炒至微软以后加入一勺香醋 最后加入一点糖 翻炒均匀以后 手撕包菜就已经做好了 翻炒均匀以后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贝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